大家好 欢迎来到WhyDiary拼贴第四弹来啦 我自己觉得这次的拼贴都有带出一些小小的故事 想象力无穷了 好 那我们就来进入色彩丰富而且故事性很长的成年往事 还有气质很优雅的喵大的作品里面来看一下吧 制作过程 走起 成年往事的系列 这个作品我们先使用到的是PET的好日常 它其他还有马子会馆的海色天际 仙女丸的标签四 以及我们从一般书店里面购买的天纸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成果 哒啦 来看一下日常生活里面的你是不是有出现在这个画面里面呢 这一套日常女孩真是觉得很芳妮 因为像在那个马桶上滑手机 根本就是我们啊 对啊 现在人谁不会坐在马桶上滑手机 这些日常的意象很可爱 我们周围啊 再搭配结花槽啊 还有生活中会出现的小事物 就是想说要帮他们营造一个很舒适的惬意感 我们也把左边啊 放上一个代表窗景的美丽云彩小贴纸 在这种无止息的时间变换之下 我们依旧演绎着这些可爱的小日常呢 如果每天都可以这么悠哉的话 好像也很错 好棒啊 成年往事的第二发 我们使用到的是成年往事的主胶带 惠台南 以及PET的好日常 其他我们还要用到的是 茄子先生的片花 以及从一般书店购买的纸材 这个作品啊 它同样也是呈现出了一种生活日常 只不过它不是惬意的我们 而是早上起来很匆忙的我 你就是在骗你自己的日常啊 从起床悠哉看到时间来不及了 马上奔跑的日常 我们每天啊 就像是在这个时间线上面奔跑一样 那旁边的十一柱形啊 就是我们每天必经的过程 虽然呢 这些台南景物贴纸啊 有稍微让我们苦恼的意向 应该要怎么应用 但它们作为就是胶卷的片段 其实也是还蛮可爱 而且又具有一些意向的啊 对我觉得它放上去之后呢 变得更俏皮了呢 整个时间线非常的闹啊 好我们继续要来看到的是 喵大的纸胶带应用 我们用到的是喵大的纸胶带 它叫做红藤山梗茶花 其他我们还使用到 切子先生的书抱亭 甜蜜生活的系列分装 还有文具人格 还有一般书店购买的贴纸 和文具控朋友Phoebe 一分装买的纸材 这个作品呢包含了这一种带有手绘笔触的花朵和文字 看起来啊有点惬意 又有一点秋意 整体就是有一种文艺气质的调性啊 棕色系也带出一种 沉纹感 我们在画面右边这边呢 放了一个女孩 她带出了一个平安的愿望 我想这也是这一两年以来 我们最诚挚的心愿吧 没错 平安想必是对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吧 这个作品呢我们就希望这样子的氛围可以带出心灵的平静感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沉浸在一种平静又幸福的氛围里面 再来是喵大的第二个纸胶带系列应用 好我们这边使用到喵大的纸胶带是一支 其他还有我们从文具控朋友那边分享到的纸胶带 纸材 还有从一般书店购买的天纸 哦这边还有用到早餐店的包装纸 以及旧书餐的小说 这个作品啊同样我是也想营造出一种比较平和的感觉 小鹿坐在那边感觉是非常的平衡 我们看到这边的花 它其实啊是一只一只的花朵 我把它汇聚成一大树的花树 像是林慧英的作品里面一树一树的花开 我想要营造出那样子的感觉 这样子的花树啊 感觉就是可以让人传达出自己的心意 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呢 和左边那种复古成文的信件啊还蛮搭的哦 它这整个搭配啊 我想要表达的是说 也用花朵和信件来传递出一份 心意 跟这种感觉 对啊像是那种手写文字啊 还有油票的意象也搭配的 像我也很喜欢收信 收卡片也喜欢 这么突然 这一回合的出征记录也美好地结束咯 可以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拿起出一点点的时间 来练习拼贴也是很开心的事嘛 好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是想分享您的拼贴给我们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想要看更多的拼贴也可以到我们的IG观赏哟 好大家下来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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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